有一個問題想問,我們想打果菜,可能不會喝太多 打了大渣,其實有時想想,是否可以留下多久呢? 因為有時,一次打,一一一,好像很浪費時間 是否留下很多營養酵素會減少呢? 好,謝謝你這個問題,其實我們食生一族,這些東西最好就是知道 知道了之後,以後就很懂得做 每個人都會問,擺不擺得的那些,當然擺得,不過有什麼後果 好像你說,會不會吃壞人家,會不會走光營養 那就要看情形了,第一,就是看你打什麼湯或者爐 第二,就是你怎樣去處理它 背後有很多方法的,現在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有些可以擺放,有些不能擺放 你想都想到,維他命C那些流失得很多 如果你打過很多維他命C的,你就預料它流失很多 對不對? 通常呢,越是甜的東西,它越快變的,變得很快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湯是鹹的,那就可以擺久一點的 你的麵豉湯那種可以擺久一點的 例如我隨便說,你用麵豉湯,用麵豉加海帶牙 虛魚板兩人都沒事,因為它會鹹的 如果你是加香蕉那些,很快就會變的 你想為什麼 你遇到牛油果,或者橙,蘋果那些,很快就會變了 我們一般的原則就是,當然啦,即飲飲,但是 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呢? 第一,就是有時候很不方便的 打得這麼正,你想出去吃三餐,行不行呢? 可以做什麼呢?對不對? 第二,就是我很想趕外出 其實,吃三餐可以很方便的 什麼呢?我常都是這樣做的 你想像一下,上班也好 或者我經常去的會議 中間有一個午餐一小時 那你就跟著有些人一起去吃 或者你上班出去在茶餐廳逼 排隊去找吃 或者你去到公園 其實我又不用 我有兩個壺 每個壺就是六、七百米的 即是大半公升的壺 像這個那麼大 有兩個壺 裡面就是打滿了飲飽的爐 有腰果有什麼有什麼的 其實我慢慢喝就這樣我已經夠飽了 我經常跟別人說 I drink my lunch 我午餐不是吃的,我是喝的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不覺不覺別人在開會 你紮紮地來喝都不是很 當別人以為你喝水 那麼省很多時間 對不對 你們有一個小時 我可以準備好做很多事 甚至我用來睡覺都不知多好 這樣 所以其實是很方便的 或者你是帶去坐飛機 帶去坐高鐵 飛機就不准你帶上飛機的 不過上了飛機之後才做 那就OK了 現在就說了 怎樣保存理想 怎樣保鮮 不想它那麼快變 有辦法的 你首先要明白 為什麼那些東西會變 有什麼因素令它變 有三樣東西 空氣還有呢 溫度 溫度還有呢 光 那你只要解決這三個問題 就可以保鮮度很長的時期 光是很簡單的 現在你只要用一些有色的玻璃 或者膠 等它不好 有些光直接進去 那就已經隔了光 最好就是用一些 是完全不透光的 有些好像保暖壺那些 那些就沒有光 或者你把它放進雪櫃 雪櫃就沒有光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不要暴露在光 不要曬它 這樣 好了 第二呢 就是空氣了 初初我不懂的 但是後來被人一點就醒了 就是一針要針滿 針滿就沒有空氣了 一喝就要喝光 如果你喝了一半 一喝就要放兩個小時 那空氣就在這裡做事了 明白嗎 所以就是這樣了 針滿它 然後喝完它 那空氣就不會產生作用了 例如解決了光外問題 解決了空氣問題 溫度是最難搞的 如果外面的天氣只有十三十五度 外面的天氣只有十三十五度 冬天最冷的幾段 就沒有問題的 通常擺到晚上都沒有問題 就是我在講我用個湖 先講個湖 用什麼湖最好呢 最不好就是塑膠 但最方便是塑膠 因為是輕的嘛 就容易找到嘛 就勸你不要 重一點也好 都要找個玻璃 或者是找兩層那些保暖那些 那些湖那些 金屬的呢 就要小心什麼金屬 不鏽鋼 不鏽鋼都有很多不同的檔次 有些不鏽鋼很毒的 有些很正的 即使不鏽鋼呢 酸的東西呢 例如下了檸檬汁那些 都可能會問 玻璃是最安全的 好 那麼你有個戶 即有個戶 然後呢 你怎樣處理這個溫度的問題呢 其實都幾簡單的 你打完之後呢 就進去了 然後呢 就是 你要拿出街了 一拿出街 去到別人的家 或者你去到你的辦公室 或者去到開會的地方 立刻放進雪櫃 那麼 旅程中間 都只有一個多小時 你七點多出街 九點多就應該進去雪櫃 那你到臨你飲之前的半小時呢 就拿出來 就攤暖它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 如果你是去擺到夜晚的 有時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了 精明了 還有巧的 就是呢 預先用冰 你在雪櫃裏做些冰先 就放進一個Vitamix 即是我們的攪拌機那裏 就不下水 就下冰 那你打出來 那你打出來 有些的攪拌機 就升溫升得很厲害的 打出來是很熱的 Vitamix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升溫很少 通常只有兩度而已 升兩度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我講的打十秒 會不會那麼久 十秒鐘 這樣吧 讓它不要那麼升溫 總之 還有呢 看看你下什麼料 有些東西很硬的 你可能要 譬如 夜早 可能要打久一點 讓它打得很滑 這樣 如果是可以不打那麼久的 如果只是水果 水果打水果 不斷打均勻它 就可以了 那六秒鐘 如果加冰 它應該是挺涼的 在這麼涼的時候 然後倒進去那個保鮮 就是保暖壺那裏 那裏 效果很好 清楚嗎 就不要打到它這麼熱 然後倒進去 如果它是保暖 在這裏呢 就長期是高溫 我也試過 死蠢 酸了 這樣 清楚嗎 所以 你想想怎樣解決那三個問題 光的問題 空氣的問題 溫度的問題 溫度的問題 就是去解決那些 你去選擇 打哪種 打哪種湯 我拿了一點點意見 好 拿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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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就因為我無謂 經常要擠些東西去 那我就買了一個寶寶袋 就是寶寶擠奶粉那些 我現在帶了一些新的 因為它本身提供了一塊冰 就是放在雪櫃 是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好 拿出來看一看 我又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讓它保持涼快 這樣就不會變 這樣就可以了 解決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解決了 那就可以了 解決了 其實呢 再說一次 如果是冬天 和不是太熱的天氣 這個主要都不是問題的 你是放在這裡吃午飯 是OK的 一般的果菜爐 這樣吧 你預料它們走少許營養 這樣吧 推薦你如果是做吃午飯的 就放一樣東西 就是放阿麻糬 或者棋子 棋子就令它很飽 那些放了久 不會變的 如果是鹹的棋子湯 放到晚上都沒有問題 好了 就談到這裡 解決了 那就可以了